标签上写着8D欧油的罐子里头装的却是大麻糕 刑事局破获一起以失信男子为首的跨境运毒集团 将第二级毒品大麻提炼至膏状 并将外包装伪装成沐浴油罐 加长于国际包裹自美国入境台湾 总计查扣约4公斤的大麻糕 出估市价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我们查获的地点包括了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地点 那我们查获的宣犯在第一案里面 我们总共有查获的私信男子等4名的嫌犯 那第二个案子里面我们有查到 谢信男子等7名的嫌犯 那查购的张政户法我们在第一案里面 我们总共查获的大麻糕有10瓶 那毛重有4200多公克 那第二案里面我们查获的东西包括 大麻电子烟弹 这个是一个制程的品项 有九十六支 还有大麻烟油 还有大麻检烟现金 以及银色的转门手枪 这把手枪啊我们已经鉴定了 它是属于知识手枪 那子弹有29发 29发29颗 另外在大麻花有两包 大麻砖有三块 大麻砖的部分啊有810公克左右 那这个案子啊这起源于我们一开始在查 这个境外走私大麻毒品的这个相关案子的发现啊 我们现在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啊 这个走私集团啊这个护法集团啊 都利用这个包装啊去做演示啊 加把那个大麻 制成大麻包的这个状态啊 然后利用这个包装啊 以及包裹的演示啊 然后把印送入境 那另外啊 它这个大麻成品部分啊 它把它制成所谓的大麻 电子烟弹啊 利用这个大麻 这个吸食器的部分啊 去吸食 来独立 这个部分是 是我们发现的这个状况 那第一个案子的时候 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啊 我们是接过了线报 来针对啊 这个 这个对象啊 我们实施监控 然后发现他在4月6号的时候啊 就是在印送这个毒品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手照醒来啊 在台北市的地方 他居住的地方啊 这个私性男子居住的地方啊 把它查获到案 那第二个案子啊 我们是之前 我们另案侦办溯眼案子的时候啊 我们发现这个谢姓嫌犯啊 以及蔡姓嫌犯 还有阳姓嫌犯的 他们啊 就从事贩卖大麻 这个相关犯罪行为 那我们针对他的住居所 以及他们常常具体的场所啊 我们去搜证以后啊 我们对向这个地方保验啊 申请搜索票实施的 呃 呃 那个搜索根据体的查理行动 然后查获的 查获到相关的大麻烟袋 等东西 然后把它代案侦办 我们在此啊 我们要报告 跟大家报告的啊 毒品查理也是我们政府一贯的这个 治安重点工作项目之一 那我们针对于啊 这些不法集团利用疫情期间的时候 使用各种掩饰的方式啊 以化整为一个方式啊 将这个大麻毒品啊 或者是相关毒品啊 这个用邮包寄送的方式啊 入境 我们一向都是秉执着 就是将毒品 处结以境外跟查棋 以见面的这个查棋的颜值 来加强来查棋 真山大队随后侦办 另一起毒品溯源案件发现 贩毒集团主贤29岁 谢姓男子 蔡姓男子 以及阳姓男子 疑似从事贩卖大麻毒品 并于住处起货大麻电子烟蛋 大麻花以及大麻砖等张证物 全案讯后 依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送北检侦办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